那時在二二年的十月份 那個中學會也很誇張 怎樣誇張 我聽說他的肌肉很誇張 他表現得很誇張 說清楚 沒有沒有 那時是人生中最合適嗎 對你來說 還是現在 隨時都很合適 那時真的黑虎鍛煉了 是不是為了這個show 又沒有特意為了我show 老實說我自己比較喜歡做運動 我自己的飲食都比較節制 所以長期都比較乾身一點 嘩 即是你隨時拿起衣服 都是的 嘩 我以為阿清說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會說 你會說什麼 待會再轉個位置 坐一會 你學習吧天欣 人家隨時隨得 你行不行 我驚鬼 你會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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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祥 住称天欣 總有一圈圈中你 天欣 阿清 今天我們要有新朋友來到 是 也是樂壇新人 也是第一次上來我們一圈圈的 他就是 馬俊亨 Roberto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一說Roberto 很球星 很球星 球星上來我們一圈圈 因為馬俊亨 Roberto 就是個半人 而且可以說是一圈圈圈 可以說是一圈圈圈 你現在身上有多少種血統 三種 三種 是 首先我媽媽就還 然後我爸爸就在英國運印度 OK 所以有三種不同的血統 沒錯 中英人 對 Roberto 也有一個綽號 叫做 薇辣2R之一 2R 2R 2R有很多 以前Rachel不是上來的 是 薇辣Rachel Rachel就是一個R Roberto就是另一個R 所以他們叫薇辣2R 對 這個檔好了 不要聽 很有趣 如果提到薇辣第一次 澳門 澳門 就是第一個新品人 Youtuber 由Youtuber進身成為歌手 Roberto 這次來到香港發展 可以叫做 有什麼第一個感覺 其實我們一向 薇辣活躍 我們都在香港活躍 但是老實說 你說真的正式派台 派歌就真的是第一次 其實都很緊張 因為之前都沒有做過電台訪問 突然間就像你電台訪問 看到大家就很緊張 不用緊張 放鬆 會真的 其實我想知道 其實當初是大學畢業之後 怎樣加入薇辣的呢 其實真的很隨便 我想說 我們 就是我們薇辣很多人 都是因為六毫子的朋友 我們是 老闆 老闆的老闆 老闆說我們一起玩 我們就過來玩 然後進去 就是你本身是和六毫子的朋友 對 沒錯 然後我跟Yellow是同學 Yellow是我們另外一個女演員 然後 他那時候做 我們是大學同學 叫我一起去拍薇辣 那時候我唱歌 去薇辣唱歌 唱一唱 老闆問我有沒有興趣拍完東西 我說好啊拍 我拍一下 我們簽簽約 我說好啊 算了 哈哈哈哈哈哈 很隨便 但是你本身讀完書 你打算做什麼呢 都是打算做唱歌音樂事業 其實真的沒有想過做什麼 我打算做兒子 那時候就 哈哈哈哈 哇好幸福啊 什麼什麼 兒子 哈哈哈哈 就是我想 因為你始終大學生 老實說 我那時候就比較幼稚 我真的沒什麼想法 以後要怎樣 但是你是讀生傳系 傳播系 那時候就沒有想要做什麼 是 是 然後 後來 大學 大三大四已經開始拍攝 我發覺原來拍攝是可以生活的 可以做職業的 我也有這個夢想 那時候讀傳播系 之前你已經有個想法 我對於一行 或者對於這些工作是有興趣的 是的 那時候有參加歌唱比賽 但是你沒有想那麼遠 就是想唱歌 順其自然 因為我看到你的履歷裡面 就寫說 以前在中學的時期 已經很喜歡參加歌唱比賽 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賽 你也參加了 是的 還有拍一下東西 就做了兼職 但是你說 當然想變成工作 想變成職業 但是因為始終澳門 一向沒有什麼產業 都不敢多想 都順其自然 但是看著在微辣上面 就越來越多人關注 其實在澳門的時間 在2016年的時間 你已經開始出專輯了 在澳門 有出歌 不是專輯的 有出歌 有出歌 出了很多歌 有出華辣 有朋友寫歌 不是唱不唱就唱 就開始變成唱歌生涯 演歌兼演員 但終於今年來到香港派歌 我記得去年你跟Rachel開了一個show 當時你提到 其實當時才聘請了你們的經理人 Justin 我們製作人 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構思 然後一直專注在音樂 你會不會這樣說 其實我跟Rachel一直都想專注在音樂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留在YouTube 我們一直這幾年 微辣粗多翻唱 甚至是自己的原創作品 只不過我們真的沒有拿上電台 沒有派出來 那時候還沒有認識 我們沒有這樣做 那時候我們開完音樂會 大家覺得其實我們 好像真的在香港開始了這件事 那我們不如就 正式一點 那些事情全部都正式去做 所以有這個計劃有這個想法 那時候在二二年的十月份 對 不過音樂會也很誇張 怎樣誇張呢 我聽說他的肌肉很誇張 他表現得很誇張 說清楚 是 沒有 那時候真的人生中最正式的 對你來說 還是現在 隨時都很正式 不停 不停 那時候真的黑虎鍛煉了 為了介紹 又沒有特意為了我表演 因為老實說我自己比較喜歡做運動 我自己的飲食都比較節制 所以長期都比較乾身一點 嘩 就是你隨時拿起衣服 都是的 嘩 我以為阿清說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待會再坐一會 你學習吧天欣 人家隨時可以脫 你行不行 我怕我驚懼 但是那次糾剪 music show 做了四場 其實對於自己來說 信心大了很多 老實說我賣票的時候 我們兩個嚇到手震 我還記得賣票的時候 我們不斷問同事 怎樣了怎樣了 我隔半個小時 每次怎樣了怎樣了 幸好大家給面子 支持 不單是樂迷支持 還看到有些歌手們都來支持 沒錯 做神秘嘉賓 我記得好像有陳先生 陳柏宇 還有許廷鏗 許先生 特別和麗英 還有許東晴 聽說你對其中一個嘉賓特別鍾情 沒錯 就是許廷鏗先生 聽說Alfred是你兒時偶像嗎 對 因為我小時候參加歌唱比賽 就是唱Alfred的歌 慘了 死不死 Alfred說我入行都不是很多年 他也是參加歌唱比賽 然後另外一個人跟他說 我小時候參加歌唱比賽 唱你們的歌 他早出道 為什麼特別喜歡Alfred 因為小時候真的很喜歡聽他 尤其是青春仲 那時候是不是也有唱青春仲 就是唱青春仲 所以我知道可以請Alfred做嘉賓 立刻說Alfred可不可以和你唱青春仲 而且很好啊 他真的叫我們那次彩排 Alfred還要說 Roberto你不如你唱一次吧 看看你什麼了 對啦 很緊張啊 在偶像面前 一來就叫我唱一次 好啊 好啊 我唱啦 唱完之後Alfred還是很好地 會幫我選擇 他覺得哪些段落比較好聽 哪些段落可能差一點 要練習 他就幫我 那些段落我唱啦 你唱啦 很好啊 而且他也會給我很多意見 加我怎樣做好一點 我會做好一點 不容易啊 對 其實可以做到全城這種感覺出來 因為他將以往的經驗和你分享 對 很感動 和偶像交流 今天來到這首新歌了 What Can I Do 今次自己有份作曲填詞 這首歌是怎樣誕生的 這首歌其實是我在澳門隔離的時候寫的 在澳門隔離就是珠海 在澳門隔離 香港也是香港也是 那時候隔離的意思是你中了嗎 不是啊 因為那時候還沒通關 混在家裡 不是啊 我們那時候是酒店隔離而已 哦 是 萬多人隔離的 哇 還混在酒店 沒錯 那時候混多久呢 14天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喜歡音樂的你就會在這段時間 不如沒料不如就寫一首歌吧 不是 那時候被同事逼的 14天你沒什麼做 那天你就寫幾首歌出來 那時候就是 Justin 我跟另一個同事 他就跟我說 不如你每天給我一首展示 每天給我一首展示 哇 每天一首展示 你那時候有沒有帶一些樂器 電腦 我帶電腦 吉他 我每天都 好吧 我每天交一首展示 那當中有垃圾 有什麼 什麼都有的 哈哈 哈哈 我一應酬他 給你四個缺點 你自己認真 那首歌呢 斬開四分 哈哈 分四天 那這首是其中一首 我自己比較喜歡 然後他聽到他 他也覺得OK 那我們拿出來做 是 這首是第幾天才寫出來 14天裡面 哇 都尾的 尾的 尾的 那時候我就是在想 究竟要寫什麼歌 大家才會喜歡 所以這首歌的主題 也叫What can I do 就是我都在想 究竟我要做什麼 我要怎麼做呢 有時候很多事情 我想大家都很迷惘 會覺得 糟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有時候的事情 就是沒有答案的 就是一直保持著 懷疑的心去想去做 所以就變成 這首歌的主題 但是年輕人最重要是有夢想 是 有的是青春 有的是時間 先走了第一步 先走了 先走了 What can I do 會不會就是 對於你來說 另外一個戀愛的感覺 都是這種態度 都會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一定有 不知道的 你問一問 你可能要試過 試過什麼 先問一下 他先戴上頭盔 就是你拍拖很煩 有時候 試過試過 你另一部很煩 就是問你吃什麼 你就說不吃那樣 但是他又死都說不出 究竟要什麼 沒有答案的 但是要你猜 你想我怎樣 Sisa有些感覺 你想我怎樣 哈哈 所以這個問題 對每個人來說 都可能有共鳴 對事業上面 對愛情上面 你想我怎樣 老闆 你想我怎樣 哈哈 做這個又不是 做這個又不是 對愛情 一圈圈 跟你圈中生活娛樂大小事 直下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 按著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 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 雙台節目重溫 去超微幅 test 咣 咣 喪 咣 咣 �aland 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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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咣 咣咣 stand